大家好,我是大刘 红烧肉很多人都爱吃 今天我来教大家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出红烧肉 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最好 肥而不利,口感好 把五花肉切成四方块 大小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 我们先配好料汁 料酒一勺,生抽一勺 红烧酱油一勺 豆腐乳一块 搅匀备用 锅里冷水下入五花肉 水烧开,撇去浮沫 捞起五花肉 热锅放油,加适量的冰糖 小火熬至变黄 倒入五花肉 再倒入配好的料汁 加一罐啤酒 叶末五花肉即可 大火烧开 盖上盖小火焖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后大火收汁 起锅装盘 一盘非常美味的五花肉就做好了 香浓软弱 入口即化 持续三步即可做出很好吃的五花肉 随手做美食 美食随手做 更多美食 请点击视频下方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